我们一家访问人 然后就开了一个诊所 但是他等于是有个人的癖好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就有这么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摄影师 他专门拍男生的 一眼 鸡鸡 你讲什么 鸡鸡 你为什么他那么厉害 我看周刊介绍过他 对 我觉得是可以访问访问他 对 这个女生非常有意思 对 一个人为什么会拍这个 这个女孩子也很奇怪 对 而且他当初为什么会开始 也是一个很特殊 特别的原因的 对 今天我们特别请他 在家里面跟大家聊一聊 了解 好不好 我们欢迎我们的 漏鸟摄影师巧儿 巧儿 欢迎 欢迎 赵哥 我跟你讲 请坐 我早就知道你要介绍这个朋友 今天我就在大门口迎接他过来了 特别我们讲话 也呢 还好 这种事情你们赵叔就特别有兴趣 他是昆山科技大学设计系的学生 然后还没毕业 但是呢 他当初呢 他本来是美工笛子的 是特别学的还是有天分 特别学的 从小时候大概国小就开始 一直画画到现在 对 素描还不错 而且他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 对 帮医院 然后画一些 这些东西呢很有意思 你有会画耶 很会画哦 姐 婆婆你怎么会画这种怪的东西 因为我有在跟医院就是合作 然后因为我们特殊他是 整型外科的医生 这样好难哦 这个角度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个领结 这个是个蒜头 对 又蒜头 你很爱讲蒜头 就是小朋友的 就是阴晶的整形手术 阴晶整形手术 对 洪文哥他为什么画这些呢 是因为他帮一些医生医院 他们有发表新的手术的时候 需要解剖图 然后他是美工笛 他就可以画这个 然后可以赚钱 对 对 很妙 跟当年达文西一样哦 对 你拍了多少人的这个漏鸟 现在大概接近八十个人 接近八十个人 对 那你知道这个英国有一个 也是 他是一个雕塑家 也是个艺术家 他就是女人的那个地方 他专拍女人 对 然后他翻模 翻完模之后 他做了一面墙 叫做叫做英护长城 也是个艺术品 英护长城 这个你们这个艺术叫 叫什么艺术啊 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 对啊 你这算是行为艺术呢 还是就是一种摄影艺术 其实原本一开始 要做这个时候 本身我在执行这件事 它就是一个行为艺术 但是 就整个事情 也是对 也是对我们男人有所抗议 还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 好像为什么都是男生 在拍女生 所以今天我是个女生 我也想要拍男生 一开始你们跟谁沟通过 跟你男朋友 跟家人或者什么 老师吧 跟你指导教授 对就跟指导教授沟通 他还是个男生 对 但他觉得还OK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是学艺术干嘛的 老师都很自由派 对啊 就让你拍了 对 然后就开始做计划 那时候你会没有跟你 就跟你男朋友讲 有 那他怎么说 那时候他其实 没关系 或比三家不吃亏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个医生 所以他也一直在看很多 很多人的身体 所以其实身体这东西 当你常常在接触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特别 或奇怪 身边的 除了男朋友支持你 我们都想得了 家人 妈妈妈妈 正在做这件事情的 有没有对你反对 或什么样子 其实他们不会 真的假的 对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 我在听妈妈说话 你女儿可以做这件事吗 对 可以吗 你女儿可以去拍鸡的吗 不过说起来 像他爸不会反对 他从小学画画嘛 然后这些小孩从小就是有一点 艺术天分干嘛的 你跟父母的感情什么都可以谈吗 对 全部都可以的 你看他那个样子 就是有点自己的想法的人 惠妮他就是说他以前在 就是报新闻的那个新闻台的时候 他都会幻想 就是男性长官的新闻长子 不是这样子吗 不是吗 你刚刚不是这样讲 只要经过就会看到他下面 因为我们在很无聊的时候 我们在报新闻很无聊的时候 我们会幻想一些新闻人物 或是一些长官 就是说他比如在骂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私底下很无聊 会幻想说 大家 你觉得那长官他长这样 他的积极应该是长怎么样 我们觉得积极跟长相有相关联 例如说他很干燥的一个脸 他的积极应该就很干 我在看到他这个照片之前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 最大的想问的问题就是 你拍 你光拍鸟 你怎么让这个鸟 去演他的一个情绪跟内心戏 但我看到照片后我有答案了 要他的鸟穿衣服 我刚才后面有在 他拍完之后再做修片 最可爱的是这个 这个鸟的毛变成一只毛 因为这个人 因为每个人身体都不一样 然后毛也很不一样 所以每一张做出来 他都是独一无二 给你拍的人 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准备 譬如说到你摄影棚之后 有什么要给你准备 还是你带相机去拍他们呢 其实很多人在来之前 在沟通的时候 他就会有很多问题 很多人问我最多的问题应该就是 要不要 要不要洗脏 对 然后要不要剃毛 要不要修毛 然后割包皮 有没有关系 所以你一开始 征求这些人是网络 对 在网络上征求这些人 对 就有多少人报名呢 一开始 其实很多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拍完 但是我到现在还是被追下的状态 你会打电话去听听他的语气 你也是怕一些 这个安全性很重要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你用听音变味 打电话听听这个人的声音是怎么样 对不对 对 然后 他听声音不准 那比如说 这个声音是这样子 大概一两个钟头 请问你就是那个针球要拍鸟儿的乔儿小姐吗 这听起来也怪怪的 你有什么条件吗 有 这问题还蛮大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尺寸或者是大小 或者是肤色毛色的这个要求呢 好像秋叶原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 这种声音听起来你就觉得怪怪的 对 那你就说谢谢再联络还是什么 不会 其实我还是会先跟他聊 甚至其实我觉得最敏感的问题是 譬如说他会问我说 那你有没有剃毛 那你有没有怎么样 所以你有被骚扰过了 就是他就是反问我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 就是这个是我的隐私的问题 对 他说那你都要拍我最隐私的地方 我问你你两个隐私有什么关系呢 很多人都希望就是可以对等 就是譬如说在摄影棚里面 他们脱光他们会希望 他也希望你流行吗 对 他们希望是对等的 为什么要对等 本来就不对等啦 他就是要吃你豆腐啊 对啊 你有想过要拍过名人的鸟吗 我也很好奇 有拍过吗 名人的鸟喔 那刚刚那些鸟里面有名人 你干嘛 没事 名人是名人 名人不见得具有名鸟 这下我有问过一些人 答案 真好 如果说你可以拍一系列名人的 但是都不具名 我觉得蛮有意思 对啊 蛮有趣的 不具名就 就让20个里面有谁是谁 但是都不出上名字 这个很重要 然后慧妮说 他的观念里面 男人的那个跟长相有关系 我觉得啦 你拍了20个名人之后 让你来看那个来集 连连看 连连看 拼拼拼 天哪 这什么话题 好有趣喔 这话题怎么谈得下去 好 听说男人 有些男人 三秒就出事了 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咖 我有遇过就是一边拍一边滴的 嚇你 人家会被剪掉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会问他说要不要面子 你好镇定 真的是为了艺术 他不是故意的 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就是太可能 就是太high 他应该是慢出来了 那种感觉 对 讨厌 谈这个话题要保持中立 保持看起来很端端 阳光 心里面小鹿乱跑 可以 我还有问题 那你在拍摄这个 鸡鸡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说 露鸟图 鸟图 你有没有诚意想让他 到底是要下垂 站立 往上翘还是呈现一个 怎么样旋转的姿态 我觉得你跟赵哥很配 对 拍摄这个鸡鸡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说 露鸟图 鸟图 鸟图 你有没有诚意想让他 到底是要下垂 站立 往上翘还是呈现一个 怎么样旋转的姿态 其实我觉得很多男生 他们都会很希望 就是可以拍柏奇 可是我都会一直告诉他们 对不对 我的设想是真的 是真的 他们会一直想要拍柏奇 就是要展现男性的雄风 可是如果照片来说的话 其实不要柏奇比较好 因为我是拍正面的啊 如果你柏奇的话 你可能就只看到一个 圆圆的头 就像这样子啊 就是圆圆的头 你可以把它做成香菇啊 就我只看到一个点 像这样 这就是柏奇的 这个就是柏奇的 对 可是柏奇我就看不到形状 所以我一开始 会先跟他们讲说 就是尽量不要拍 尽量不一样 要一阵子之后 他们就会说 他们就很希望 就是可以再拍柏奇 那就OK 就是拍侧面 45度的时候就是拍柏奇 以前已经展览了对不对 对 现在展览了 在哪里展览 应该是文件会 补助的一个场地 巧儿这春光乍现的摄影展 会是什么样子呢 现在就带大家一睹为快了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秘密花园 巧儿透过这次展览 将多年所拍的作品 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但不知道观众 对这竞技的作品 有什么感想呢 想不到有这个摄影师 可以拿这个人的身子器官 还有其他的部位来做 做一个摄影的题材 觉得有别以往的一个素材 还蛮新奇的 他把性器就是把它变成 一个像花蜜的东西 然后觉得这个比喻 就非常的接近 然后这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观看的方式 就很棒 你把男人的这个漏鸟图 然后你用很女性的这样子的 装饰起来 你的意思 你基本的意义是什么 我其实要强调是一种 女性的手操作 就是 你说讲太深了 好好好 像比如说像 花这种东西 我也不懂 花这种东西 平常都是跟女生放在一起的 它是不会被 跟男生联想在一起的东西 可是当今天这两个 很冲突的东西 像比如说上面那种水钻 这种很女生的东西 跟男生的生殖器放在一起 它会变成一个很 冲突的美感 对 而且很特别 艺术这个事情 就是看你怎么看 就是表演者 他就有一个意图 要表现给你看 就是 那艺术很多东西很简单 就是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我做给你看 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对 艺术有一个 有一大部分是从这方面 来做思考 就是换个角度去思考它 这样 女孩们 还有没有对他有什么问题 有 你还有 好 我知道你讲到这个问题 就来了 我想问一下 你拍过最怪的鸡鸡 长什么样子 你讲到好自然 我的妈 其实我有印象很深刻是 最怪的 我一直以为男生好像年纪大了 就是会下垂 就是弹性会不好 就是伸缩性会不好 可是我好像我有拍到一个 大概三四十岁的一个男生吧 可是她的那个皮疗已经就是 她看起来很大 但是很软 就是缺乏弹性的意思吗 对 不是 你不解释我们都愣了 好厉害啊 回忆 我爺爺非常生氣地說 我怎麼罵到 就有傷到男性自尊耶 不會啊 其實男生都不喜歡人家 那你覺得 到底臉跟... 你們兩個要不要再拍一張 等一下... 好 告訴你 我們節目做到現在 惠妮這一集話之多 真的 問題是精準 他整個人都開了啦 沒有想問到底長相 跟那裡到底有沒有關係 你可以趕快就幫我解惠 不是 應該是這樣說 有人就有個迷思 說看男生的長相 或是看臉上的某個部位 他可以看得出他的大小 你拍了這麼多人 是不是有這樣的依據呢 我覺得大小好像很大小 看你把鼻子吹起來幹什麼 可是我覺得跟毛啊 他的形狀有關 跟毛有關 還有形狀 什麼意思 就是長得帥的人 他們的那個毛會長比較漂亮 真的嗎 真的 怎麼不跟我聽到 又矮又不帥的人呢 會比較短小 胖 那比較乾的人呢 比較乾的 我沒有... 比較乾那邊應該真的也比較乾吧 沒有啦 好奇 你男友有沒有在這個 這麼多副裡面中間一個 這裡面沒有 對 可是他有拍... 自私 沒有啦 沒有 她其實是很委屈的 因為她 每次在測試版的時候 幾乎都被我... 都會被我抓過來 就測光啊 幹什麼的 來 過來 就試效果啊 OK 就是要先試一下 拍起來的效果或感覺 所以通常就是她會... 好有趣喔 你好多鬼點子 好的 你可以變成好朋友 就是這個也會回家試試看 慧琳醒了 慧琳就醒了 真的 不過當然我們知道 最近趙哥他也想要拓展演藝圈之外的 其他的工作了 所以待會兒我們送喬兒去坐車這一段路 就麻煩你 好不好 沒問題... 可以嗎 你們好好聊一下 你們好好聊一下 我們順便聊一下後面的事情 好不好... 這些事情後面可以聊的 你不要出什麼幺蛾子 沒有... 謝謝... 謝謝喬兒 謝謝... 謝謝喬兒 希望你那個展覽很多人去看 OK 好 謝謝... 好...謝謝... 好想聯絡 謝謝... 拜拜... 好有趣喔 這個慧琳你真的... 很有趣 我長期就有一些天馬行空的幻想 不是天馬行空 你看他臉都開了 對...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很難有人可以驗證這些想像 還有...